看第95届奥斯卡清掌奖 台湾时间星期一 13日早上登场 60岁的女星杨子琼 非常可能成为奥斯卡史上 第一位亚裔影后 去年颁奖台上发生了 打巴掌的事件 因此这一次主办单位 首度筹组了紧急应变团体 因应颁奖典礼当天 任何的突发状况 而这几天最夯的准备工作 就是大明星为了红毯 做足准备 纽约有一家主打脸部运动的美容机构 获得很多大明星的青睐 典礼前夕预约满党 我们先到小金人颁奖典礼现场 去看一下几乎算是倒数计时了 搭建工程如火如荼进行 摄影机准备就绪 真人尺寸的小金人进驻 第9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倒数计时 将担任主持的美国脱口秀天王 吉米金魔也抵达会场 今年主办单位把经典的红毯 换成了香槟色 让入场处更加明亮动人 为何要改颜色呢 主持人开玩笑这么说 去年威尔史密斯冲上台给颁奖人克里斯沃克 一巴掌的脱续事件 让主办单位这回首次筹组了危机处理团队 为任何突发事件做好准备 而今年晚宴上的菜色也出炉 有圣蒙海鲜 小金人造型的烟熏鲑鱼 还有满满肉汁的威灵顿牛排 有奥地利主厨沃夫干帕克挑大梁 他从1995年开始负责这场盛会佳肴 我真的很好 我不相信你 获得本届奥斯卡14项提名 妈的多愁宇宙 除了入围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片中的主角演员们 一家三口全部登上提名名单 60岁的杨子虫 有没有可能击败凯特布兰奇 等演技派女星 成为首位金奖牙役影后 牙役在好莱坞发光发热 让已故功夫巨星李小龙的爱女李湘宁 相当感动 特别的我认为我有一点柔軟的位置 因为她开始在功夫电影 像动作女王 然后她在 谁能夺下影帝宝座也是热门话题 重现猫王一生经典的奥斯丁巴特勒 才刚拿下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 最佳男主角奖 身世如日中天 以细腻演技 刻画我的金鱼老爸的布兰登废雪 也是大热门 不过还有印尼社林的女妖 入围的柯林法洛紧追在后 星光熠熠的奥斯卡这回还有令人期待的汤姆克鲁斯现身 凭借捍卫战士独行侠制片身份入围最佳影片 但同时入围的最佳电影歌曲 女神卡卡的hold my hand 却无法让本尊上台演唱 正在拍摄电影小丑续集 会参加颁奖典礼 但没有时间准备现场演唱 让不少粉丝有些失望 而大明星们在颁奖前夕 最夯的准备工作莫过于脸部美容 现在也有相当新颖的方式 双手来回搓揉 还会拿出按摩球 在脸颊上不断滚动 这间位于纽约的美容机构 打造名为脸部健身房的SPA中心 我们是脸颊健身房 我们是第一次的脸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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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在健身上 脸颊设计和脸颊设计 你能够做同样的脸颊 我们在脸颊设计 负责的健脸教练 逐一按摩强化 搭配电波刺激 获得不少好莱坞明星拥戴 在奥斯卡前夕预约满档 大明星们趋之热物的脸部美容新方法 只为了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盛会 有趣的是今年颁奖典礼上负责控制得奖人 致辞时间的工作团队 表示绝不会太快播放音乐 破坏感动气氛 但是强调如果得奖人在台上 像在朗读杂火清单 音乐可就会毫不客气的播放了 TVBS新闻综合报导